感恩您收看今天的《大愛人物誌》 我下邊 《大愛》廣播 三十二例特別節目 今天要帶領大家來認識的是 主持人跟聽眾真情交流的部分 來介紹是廣播部的經理 慈喻師傑 歡迎慈喻師傑 阿民好 各位親愛的朋友大家好 聽眾代表 第一位來自中立的張文如師兄 阿民師兄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還有來自新北市的系指 黃志仲師兄 阿民師兄好 全球的觀眾好 好 這一兩位輸入 這次都請我們主持人對的聲音給 已經是我們受贈的辭成了 而以前呢 他們有一個共同的身份 應該說有兩個共同的身份 一個是大愛廣播的忠實聽眾 第二個共同的身份是 他們曾經卡布大廚失去了自由 慈喻廣播做了三十年 其實影響了許多人 包含這一群失去自由的人 想知道愛的電波如何穿透高牆 讓他們在失去自由的時候 因為聽到了慈喻師姐的節目 開始思考以後重獲自由之後 如何讓自己的人生從黑白變彩色嗎 我們先來看溫如師兄的故事 什麼樣的聲音可以牽動你的心 2003年張文如最疼愛自己的母親往生 而她正在台中服刑 當時心情苦慢的她 內心對媽媽的想念和回憶 在空中與大愛廣播連上線 畢竟我媽是最疼我的 結果就在那個時候 剛好就聽到 我們曾經是覺得這個愛灑人間節目 喪人的開示或是我們一些 志工的分享 有時候我都會覺得說 好像不是在講我嗎 為什麼過去會這麼散 為什麼過去會這麼散 還是大行人的愛說你都不一定 所以說我就從那個時候 雖然是在服刑期間 但是我就不斷地在那邊聽 聽志雲師姐說 告訴我們所分享的這些事情 我就寫信給志雲師姐 說出來之後 我因為想要加入這個 志工的行業 不斷懺悔反思自己的過錯 九年後假釋出獄的張文儒 把行善文法作為新人生的起點 投入慈濟志工行列 其實就等於是在替替自己 因為上人都比我們還要早起床 因為剛開始的確是很不習慣 因為要去最主要就是在這種 生活作息的調整方面 當然就是利用上班的中午休息時間的話 稍微休息一下 然後下午還是一樣可以 沒有什麼問題 其實最基本的一點就是 說能夠希望藉著這個上人的開始 能夠跟緊上人的腳步 上人是跟我講 要緊緊 就是要緊緊 那時候坦白講真的感覺很意外 也很驚喜 可是等我一坐到台下的時候 眼淚就掉下來 與人分享的過程中 張文儒感受最深的是自獨度人 或許是曾經 或許是曾經做錯事 你明年他還跟慈濟同年要五十歲生日 感恩在人生半百之前 因為慈濟讓你整個脫胎換骨 感恩慈濟同年要五十歲生日 我們說苦口婆心也能夠 也說尋尋戰友也能夠 就是這樣子 用心地做節目 把愛的種子灑出去 哪知道有緣的地方就會開花 是 對 你剛才音樂影片裡面說 哪說哪靠 因為你在監獄裡面 來不及送你媽媽 我非常後悔 非常後悔 一口氣不來 媽媽就離開了 那你那時候 再無助後悔 悲傷之語 你聽說傳達友 聽到他的聲音 對 因為那時候就是好像非常無助 剛好聽到慈濟師傑的節目 一聽到那聲音 感覺就很色心 整個心神就被安住下來 而且聽了就很感動 就整個枕頭巾都被我哭死掉 這樣喔 我們知道在沒有自由的那個地方 聽廣播是合法允許的 不過慈濟師傑的廣播節目 是禮拜天早上六點十分就播了 對 那你聽說你怎麼正式可以起床的時間 對 因為我們正式起床是到六點半 那你為什麼 那時候就算頭頭的聽 不要說最明顯 倒耳機就對了 對 慈濟師姐這些忠實的聽眾 是不是也是鼓勵了你 推重了你 要每一集都認真做節目的動力 那當然的啦 因為你知道說這個廣播一出去 無遠弗屆 所以很多地方都是聽得到的 那除了有這個一般的社會的人士之外 還有這一群他們更需要來接引的 給他們一個心靈的安定 您在慈濟師傑的節目裡面 聽說聽到了幾句 讓你開始重新思考你的人生 其中最重要的一句就是 如果上半場的人生的劇本 如果寫錯了 那已經過去了 但是下半場的人生的劇本 可以從現在開始來改寫 那你要如何改寫你的生命啊 聽說從開始寫信給慈濟師姐 對 因為那時候要寫那一封信 坦白講我真的鼓足了勇氣 寫了一兩行或是三四行 甚至於寫好了一張 看一看都會自己會覺得沒有那個自信 結果就把它揉一揉又丟掉 什麼叫所謂沒有自信 因為會覺得說可能就是所謂的自卑感 會覺得說我自己是受刑人在裡面 如果說寫這一封信給他 然後人家會理你嘛 但是你想不到喔 信寄出去之後 慈運師姐在空中回你的信 對啊 因為當我聽到他說 我在嘉義入朝的張先生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這就是我了 那時候就除了說感覺到說很驚喜 事實上也很感動 因為就是說畢竟自己在失去母親之後 竟然可以說透過廣播節目 可以讓我們可以去了解到說 原來自己以前是聰明 還被聰明悟 缺乏的就是智慧 這樣喔 如果有明師指引正確的方向 報你一條路 又給你溫暖的陪伴 如姐姐如媽媽的陪伴 那信心大增耶 對啊 對啊 就因為聽到慈運師姐講的捨得這兩個字 讓我會覺得說這樣子的話 那我可不可以透過這種捐郵票的方式 因為我們沒有 我們不能夠使用現金 就用捐郵票的方式 把自己也有那種可以幫助人的力量 那跟大家集合在一起這樣 布施不是有錢人的專利 是有心人的參與 今天文儒師兄 他一定想不到 我以前寫給慈運師姐的信 他一張一張這樣把我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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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請他黏重點都幫我握好了 這一張是文儒師兄 假釋初遇前 最後一封寫給慈運師姐的信 裡面代表了無窮的希望 還有他對於裡面的同學 無量的祝福 你那時候你這次寄了兩百零二塊的郵票 對 這代表什麼 因為最主要是跟社訪的同學一起說 因為知道自己假釋準了 然後用兩百零二分成兩個人 一百零一就是一身無量 可以讓他們繼續再延續這種善的 所以你是用你們國關於裡面的同學名 用他們一人一個身份捐一百零一塊 代表一身無量 一百零一聽說也是你那一年 假釋初遇的中華民國一百零一一年 對 剛好 寫運師姐收到郵票 不是第一次 因為裡面真的金錢不流通 但是那一年他的故事加上上人推動 你在節目中推動說數十八分寶 兩分助人好 他的這個愛的效應 在入草兩千多位的受刑人 聽說有不少人響應 對 一百多位 所以佔了百分之四左右 我給你請教一下 這次大家聽到公佈 知道我管錢沒辦法 我管郵票 差不多你一個月可以收到多少的郵票 對 本來大概五六千 後來七八千 一萬 現在大概每個月可以收到一萬兩千塊錢 有票 沒救耶 所以他們這一份的愛心 是很感動人的 他們也可以幫助人 對 所以不管人在什麼地方 都有因緣接受到善知識 也有因緣付出你的一份力量 就像我等一下來介紹的這位師兄 黃師兄啊 三十幾歲 才一直在裡面飾起自由 現在已經六十幾歲了 他其實被關出來的時候 他還想要報仇 他如何因為慈運師姐的節目 轉念 原諒對方 我們來看他的故事 是這麼的美好 青山無所珍 福田用心耕 請您和慈運 一同走進藍天白雲裡 青山無所珍 福田用心耕 這是當年慈運師姐的開場白 就是這一句話 把我習近慈寄來了 感恩 吸引當時五十四歲的黃志忠 打卡按讚的 是大愛廣播的主持人慈運 那一年 黃志忠 正在台東東城服刑 三十四歲的電台就沒幾台了 沒幾台 所以說 尊尊尊 就轉到那個中廣的那個 頻道上 就聽到那個慈運師姐的聲音 這樣子 聽到他們講 青山無所珍 福田用心耕 然後 那個聲音真的很 很有感應力 聽起來就是很親切 很有那個親和力 跟我阿嬤在跟我講一樣的意思 回到幾位聽眾朋友來信 這位是住在台北土城的黃先生 您的來信我接到了 那麼上次寄去的書 可能是寄漏了 沒關係 那麼您喜歡的這個 我看 月刊還是經典 什麼書的我已經有幫您寄去 喜愛閱讀的黃志忠 在佛行期間 多次主動寄信 向這位從未蒙面的廣播主持人 索取最新一期的慈激月刊 一邊讀文字 他的耳朵也必定聆聽著節目 這是因為 他會回我話 我譬如說我心裡有什麼疑問 然後怎麼樣 或是有什麼事情的話 我就寫信跟他講 然後他就會在空中回我 那個感覺很好 真的很好 就是覺得說 有一個人在那麼遠的地方 然後在關注你的事情 被關心的感覺 當你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被人家關愛過的時候 忽然覺得說 有人在關愛我 那個感覺真的覺得 有一個軟流一樣 心裡有一個軟流一樣 這股暖意像是燭火般照亮前路 但2006年假釋出獄時 黃志忠的心依舊尋不著方向 仍仔細算計著要找哪些人 討回自己的錢 幸好在還沒與人發生衝突前 他及時拜訪了慈運 這不是這不是這不是這沒有效 我們沒有在回收這 這我們沒有 我是被慈應師姐回收回來了 然後慈應師姐姐就覺得說 不是不是是上人回收你回來了 這樣子 迷途知返 黃志忠形容自己 就像手上的寶特瓶 不停地滾啊滾 正是因為慈運的鼓勵 才讓自己踏上慈濟的志工之路 對於人生也開始有不一樣的看法 活出更充實的生命 黃志忠說過去內心像大米宮一樣 善惡在拔河 但大愛廣播卻穿越監獄高牆 硬是把它拉向光明的這一端 雖然事情已隔多年 但仍想跟這位如同親人般的主持人說 感恩你 有你真好 沒有你的話我就糟糕了 這裡生活簡單 樂於互出 就是美善的人生 我朝這個方向再走 真的是不怕慢 只怕讚 不怕錯 只怕不改過 要感恩這兩位痛改前非的師兄 出來之後 聽說是因為做很多 沒贏 沒到你想要有的沒的嗎 對 因為幸虧有慈應師姐接引 我順利的進入慈濟 然後接受見喜 培訓 然後就一直忙嘛 是 忙 然後也有接受上人的話 原來仇並不一定要報啦 把它該放下的就要放下這樣子 所以說那個時候就知道說 原來放下是最好 你原諒別人就是善待自己 善待自己 這就是我們的靜思語 了解 好 剛才文如師兄 當中本就有說嘛 當他拿筆 要寫第一張筆 給慈應師姐的時候 其實現在心裡是複雜 矛盾的 對 下來不知道人會插 你當時會不會 有 有 也有 但是那個時候就是因為在廣播中聽到 他那個慈應師姐有鼓勵哪個地方 哪個地方的那個人 同學 同學 然後我就說他們可以 那應該我也可以 所以說就很很大膽的寄出去了 這樣子 當你收到他的回信 或是聽到他在空中回你的訊息的時候 那個感覺不一樣 感覺不一樣 覺得奇怪了 我現在是等於是在贖罪 為什麼 這個人好奇怪 他還會回我的心 還會理我 所以說心裡就覺得很溫暖 很感動 慈應師姐 我跟你請教一下 對待這一群 是 我們說好朋友好同學 你用什麼樣的心情 是 我會覺得他們應該是 就是通通是聰明人 都是聰明人 只是這個這樣出下去 我們就要把他抓起來嘛 對 所以把他們當成像家人一樣 那因為人難免都會有錯嘛 所以說當文盧師兄 要回到中立落腳生根 我們的黃師兄在十字的時候 你都會就軍 讓他們當地的孫下孫下 法親來就近陪伴照顧 是 在中立的話呢 我就找左美玉師姐 吳文雄師兄 來帶張師兄 那麼在戲子的話 就先找張立平師姐 郭建宗師兄 他們這樣子就近的帶才會成功 因為在這之前呢 也曾經有一個失敗的例子 那就是說他出來以後 我沒有找人帶他 那他還跟我講說 你放心 我不會再進去的 那麼有一天我就看到捷運報 就有人特別拿來給我看 那他又他又被關了進去了 所以我就有一點懺悔啦 我就覺得說沒有把他給帶好 所以之後呢 我就都會用這樣子的來帶他們 了解 左鄰右舍一家親 對吧 是 所以說你這兩年 我一次出車好了 腳步步讓你弄回去 是我們中立的孫下幫你處理大小行事嗎 我腳斷掉的時候 我第一個想到的就是打給郭建宗師兄 結果第一個到榮總來看我的也是他 真的很感恩 所以說有愛陪伴不孤單 對 雖然我們沒有自由 但是這次珍惜自由 有勇敢地去把握每個因緣付出 對吧 你以前為了錢 傷痛腦筋 現在你奉公鎖法 當一位認真工作的上班族 你感覺到嗎 對 雖然之前賺的是一個月幾十萬 現在是兩三萬 但是我覺得現在就是睡得早 吃得飽 不必心驚肉跳的過每一天 安安穩穩的 我想文如師兄也是如此 明年五十歲 你自己有沒有給自己什麼樣的生日祝福 或是要發行力源的 最重要的就是像我在參加這些演藝的時候 就像那大白牛車一樣 能夠制度度人 制度度人 對 那黃師兄呢 簡單地講就是可以平平安安地過日子 然後很順利地過完每一天 在還有呼吸的時候 正正常常的平平安 這就是我最大的願望 好 慈運師姐要在這裡送上一份真心的祝福禮物 對不對 是 好 這個是廣播部做的大懺悔小故事 這一套有五個 那麼就是要送給張師兄 感恩文如師兄 對 然後這個送給黃師兄 感恩 恭喜啊 禮清人義重 不過那都是智慧的廟法寶 希望你們聽也跟更多的人分享 就如同今天我們首播的時候是禮拜五 明天禮拜六的下午兩點鐘 要在慈濟人文職業中心的大愛聽 盛大隆重的舉辦 我們大愛廣播三十週年的 是 因緣廣播 行願三十 歡迎大家一起來 為他們祝福 也讓更多人來了解 原來慈濟人是展開雙臂 歡迎大家來加入這個大家庭 是 再次恭喜兩位 也希望大愛廣播生生不息 感恩 感恩 禮波 謝謝 感谢观看